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台北车展剩下了几天而已 许多民众在最后一个周末要来看展 但是有一位退休老师 他说遇到这个情形他也蛮生气的 日前他带着两岁的外孙到世贸看车展 才发现如果身高低于110公分的儿童 不得入场这样的规定 原本他想要自认倒霉准备回家 没想到入口的验票员说 干脆我帮你们把这个外孙买一张优惠票 如何让他们入场参观 这老师说其实是不是花钱买票不是问题 但是主办单位居然自定规则又破坏规则了 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教育下一代怎么可以这样呢